This is Los Angeles I was just a kid when I seen Kobe play What can I say? My bow Tried to wear the jersey was number 8 It's heavy on my heart, but I don't show the pain I remember you was sitting on that bench Next to Phil Jackson, you the coldest ever since If I had to pick Jordan or Kobe You know what it is, we rapp in LA, homie You was born and feeling Hello, I'm Jolie-san, I'm very happy today to watch this video 雖然 there's a lot of friends, but I want to thank you I don't have any friends, but I don't have any friends I'm going to watch this video Let's go We cherish every moment when you play with Shaq 2001 NBA Finals You did it once again defeated the rivals My been one my 24 jerse My been one my number 8 jerse Yeah My been one my 24 jerse Yeah Yeah Light it up 當然第一件不少得的就是Kobe的千叭波衣 雖然這個波衣是我們的partner 寫給我名字2 我不懂 Kobe 所以很有代表性 今次都會是展覽之一 到了第一幅 就是這個開PS幅的作品 它是一個本地的藝術 其實它本身是一個玩具設計師 所以它設計的東西會更換味 那麼那麼滿味就是它的新高 就是Kobe的珍珠新高 所以拼起來就知道高本高是多少 而且它的闊度是藍球的正經 所以你看到它很窄 因為它所有的高度和闊度都有它的意思 來到這裡 這個也是本地的artist 就是Suki的作品 其實它是一位很新的artist 所以它也是剛剛創造了屬於它的一個作品 就是這隻孖 這隻孖就代表著它 它就會引用在不同的主題上 就是它的作品 也很有個人特色 來到這裡 這一幅我非常之喜歡 因為它真的很有氣勢 也是本地藝術家SHIFT的作品 大家一看到就一定會認識 這條蛇 就是黑馬巴 就是Kobe的黑馬巴精神 很有代表性的一幅 我自己也很喜歡它這些illusion的設計 所以我也覺得 這幅我可能會用來做其他更多的產品 接著來到這一幅 就是Adam Nista 美國藝術家的作品 但其實這幅 這個藝術家真的很有名 它的畫作 通常都是這樣 一格一格一格 去砌成一幅大的畫 所以它也很有自己個人特色 和代表性 最後下一幅 這幅也是本地藝術家Tomika的作品 它的個人特色 是用漫畫的風格去畫 你看到其實也很有美馬的風格 它這幅畫就是Kobe 對著Kobe自己 其實就是很代表黑馬巴的精神 因為其實有時候 你會想 為什麼它一條這麼毒的蛇 去做它代表自己的精神 它會不會因為毒別人呢 其實絕對不是 它永遠這個精神 都是自己鬥自己 就是永遠的敵人 都是自己去一路挑戰自己 而去到最後創造一個個奇蹟 所以這幅畫 我看這幅畫的感覺也是這個意思 自己對自己 然後不停地挑戰自我 就是這個黑馬巴的精神 這幅畫就是本地藝術家 也是Pip的作品 我都非常喜歡它這幅畫的設計 不過它也會引用到Kobe的字句 還有它的畫是非常漂亮的 去到這幅畫 也是本地藝術家 就是Lousey的作品 有時候逛街 你會看到一些長 可能也會看到它的作品 因為它也很標籤 是這個代表的線條 它還有一群鞋子 正啊 有Kobe參加之名的 也有很多對 有Kobe穿過的也有的 還有全部的配色 都特別不是市售的 全部都是不會買得到的 每一對的顏色 每一對都不會全球 都不會超過20對 全部都是球員 甚至是Kobe Bryant自己 才可以擁有的顏色 好了 很快就開始這個鞋 有來展覽的朋友就知道 這一集全部都可以拿上手拍照 沒有來的就 沒有辦法了 你們錯過了 去到這裏 就是Kobe的大絲之路系列 這一系列也是很棒的 所以來展覽的 這些就頗遠觀而不可涉緩煙 但是大家都 很多想存東西都存留 一兩對都存不到 不要緊 來到這個展覽就可以一次過看完 還有Kobe的Figer 籃球全部都有簽名 最後一部 這一部就是美國藝術家 Centron的作品 他我這部非常之喜歡 因為我自己也有買到這本 Time 它非常之有代表性 就是Kobe 他離開我們的家 就出了這本作 他的cover 他最訊號就是 用不同的cover 去做的創作靈感 例如Time Nation Geographic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 很令人入心 很有印象的 所以這個藝術家 都很出名 還有很多人喜愛 每次我看到這幅畫 我都有些打爛 無本動的感覺 因為真的太入心了 就會覺得有一種 唉 他這張照片 是他離開退役的時候 景的一張照片 但是變成 他也是代表著 他真的永遠離開了 我們的一張照片 所以每次看到我 都會有一種很痛心的感覺 還有真的很有代表性 我都希望這次的展覽 可以令到大家和Kobe的距離近了 都會有一個懷念 紀念 和將她的黑媽媽精神流傳下去 就是這樣 多謝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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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